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比赛的场地是在江苏镇江的体育会产中心 刚才在之前很多观众朋友可能没有在前面没有看到 我给大家回顾一下 先是转播的马龙和梁敬坤的一场男子弹打的半决赛 结果梁敬坤是2比0领先 马龙反过来两盘打成2比2 2比2以后梁敬坤在第五局决胜局又是以6比0领先 最后被马龙追到9平 最后马龙是反败为胜 梁敬坤就是来自河北唐山 他是八一队的运动员 目前他在之前昨天是3比1战胜了张继科 在这场之后就是我们看到的许欣和樊振东的一场半决赛 结果樊振东取得了胜利 然后刚才是一场女子弹打的一场比赛 就是丁宁和李小丹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车小西对陈梦 也是女单的比赛 那么女子单打 它们现在第一个直通苏州市立平方球 锦苺赛的单打名额已经产生 那就是刘诗文在五个主力里面四占四胜 首先占了一个名额 那么第二个名额的产生也将像男的一样 就是采取女选手捉盾暑杀 最后胜利的那个人将获得席位 也就是男的将产生两个单打席位 女的将产生两个单打席位 这场比赛之后呢 就是男子的第一个席位产生 也就是马龙将对樊振东 好 我们先介绍这场比赛情况 陈梦知道他是来自山东鲁能 他的城名呢是在河南交座的U17 乒乓球比赛中首次拿冠军以后 人们了解到他了 陈梦在近期的一系列比赛中的表现 还是可圈可点 已经成为了中国乒乓球队的主力之一 1比3 1比3 二比赛 赤耀西今年是22岁 这个运动员的主要成绩是2008年亚洲青少年锦标赛 女子团体的冠军 2013年27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女子单打的冠军 4比2 5比2 那乒乓球里头最最难的一点实际上是揭发球啊就揭得好啊这个是非常困难 郭正现在你感觉男队里谁揭发球揭得最好 我觉得揭发球嘛这个这个没法说错 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技术 因为里面也有控制有主动性啊 你说说光说揭发球拧拉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张继科可能会比较突出一些 如果说完全说控制的话 我觉得马龙这块控制也不错 包括许欣的控制包括调打也不错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揭发球的一个手段 但是你说揭发球是不是对业余选手来讲好像判断特困难 不知道是什么转 对他主要对于选择上的这个到底有多好转 而到底是这个左侧还是右侧还是下旋还是什么上旋 所以判断不清 他毕竟这个不是专业的 不是天天这种看的不是天天研究的 其实有时候一段时间 如果你说你不去盯不去看的话 你不去接的发球的话 你也会感觉到陌生 就算是专业的他也会感觉到这个接起来也挺费劲的 那判断这方面呢 就是有没有就是很明显的 谁谁谁在某个在判断上最准 其实有时候在揭发球判断上也有些共性的地方 包括这个发球的动作上面 而且现在又是无遮挡 相对来说容易看一些 他的动作上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区别 但这个你也得记 因为他这个动作 可能这个动作是发转的 下次别人这个动作 另外换一个动作就发生不转了 所以你老子里面就要记住 他这个动作基本上是转的 另外一个动作基本上是不转 再一个就是说看看发过来这种旋转的高度 包括出手的这个速度上面也能看出来 最后一个就是感觉你接到手上面以后 明显感觉到球成就明显就是转的 如果感觉球接上去很轻的话 肯定是不转的 所以对于揭发球有很多很多种好的这种方法 首先你得盯着他那个拍子出球那一瞬间 是吧 是运动的方向用力的大小 对再也就是揭发球确实要一个判断和果断性 你不能犹豫你原来这个转的 当时转的还是不转的 你还去考虑这个时候 本身这个隔个网子离的那么近 你根本就没有时间让你去犹豫的 对 所以你必须得果断 有时候看准不转 你就该出手就得出手 嗯 现在撤下七发球 哎大家看到在后边刘诗文 在那 叫做山观虎斗吧 对所以轻松的一个 哎因为他跟他没关系了 他已经以这个四战四胜在主力里边啊 第一个拿到了名额 所以男队和女队的选拔方式不一样啊 这个主要是由主教练来决定 那么现在呢 女队的第二个名额选拔 就和第一个不一样了 他就采取了这种像男队一样啊 是这么多人捉盗厮杀 是吧 然后呢 最后打出来 打出前八前四前两 最后打出一个 那这个人就是把第二个名额的获得主 那么男队的第一个名额呢 这场比赛之后产生啊 就是战胜了梁敬坤的马龙 然后战胜了许欣的这个樊振东 他们两个来决定出一个 车小鸡刚才这个拉球啊 这个腰和腿用的不错 现在大家看到给丁丁指导的是刘志强教练 他是来自河北乒乓球队 曾经是霸州海润乒乓球俱乐部的教授 在2013年代理霸州海润乒乓球俱乐部 包括梁宁敬在内 许欣那个时候也是霸州海润 获得了这个中国拼桃联赛的亚军 这是河北这个在众多年之内的 又一次获得好成绩 上一次的好成绩 那时候我记得河北队长冠军 应该是李景光心平王文荣 那个是70年代以前的事 现在大家看到的延森 郭正你和延森的接触 对他是什么印象 我觉得延森还是 从 就比较 怎么说呢 应该来说他作为教练员来说 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他对于球啊 这种理解上面 因为他 要是纸板打法 他对于延森的理解上来说 还是比较高 特别是他的技术 对于女孩这块的这种 教学上面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这种优点 技术比较细腻 但那时候他当运动员的时候 不爱说话 我那时候跟他挺熟 感觉既然他不爱说 是吧 表达上不太爱说 现在你看 给运动员当教练的时候 也得讲吧 对可能从运动员和教练员不一样 这个运动员可能是 可能更多是教练员去说 但是作为教练员以后 你很多东西你要去 你知道了没用 你得表述出来 你得让运动员听得懂 能够让他去做 他学会 需要你的一个一定的这种表达 沟通 这个刘志强教练呢 他的爱人是牛建峰 可能球迷都比较熟 现在牛建峰呢 作为前世界冠军 现在北京体大学 正在学习 同时呢也作为教练呢 在训练运动员 没理事 郭正你现在带运动员的时候 他们反映塑料球 就新球 和过去内有什么差别呢 感觉是吧 还是其实打一打以后 适应了以后都还好一些 刚打的时候 还是感觉到这个速度 这种旋转 这个相对来说 这个减弱的比较明显一些 弱了 比原来弱了 其实力量上倒还好一些 因为他的可能弹跳的这个 没有那么快了 稍微慢了一些 所以力量上 不会显得太大的明显 这个区别 他慢的话 有些对于一些力量性的这种 运动员来说 可能有一些这个优势 但有力的地方 另外这规则性的 就是说这个球 有的人说来回瞎蹦 他会有一些 他可能跟这个材质 有一定的关系 他打一打以后 经过了这个 嗯 一段时间的 这种击打以后 他可能球会出现一些这种 不圆了 或者发瓢了 嗯 一旦他出现了瓢了以后 他肯定这个球的 他的弹跳上面 就会出现一些不规则 但是现在打一打以后 还是队员们还是比较适应的 嗯 嗯 这个反手也相当不错 8比2 陈梦在第一局先是一局的情况下 第二局是8比2领先 现在陈梦发球 9比2 现在我感觉好像这个 乒乓球在有些地区 人们就是不像过去 39 那么积极了 在有些地区 像像镇江这个地方还是不错 这可能跟这个运动项目越来越多 选择性越来越多 可能有关系 对 所以我们现在 包括国家队啊 现在这个第三次乒乓球创业 提出来这个全面健身 提出来这个多做工艺 我觉得多做普及 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对 其实像这种直通啊 这种比赛这种模式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 嗯 这个包括这一次能跟 这个小球迷 还有一些互动 也是增加一些这种娱乐 性的一些这个表演 这样的话可能让更多的这个 球迷能够看到乒乓球的一些乐趣 所以这样 不光是竞技还有一些表演 这些 没错 这局是11比4 这样的双方就打成了1比1 所以像车小七 包括陈梦 现在都没有完全进入这个第一流选手 你像这个第一流 那女子 应该说就是李小霞 丁宁 刘诗文 那我觉得 他们三个人 现在已经比较突出 像男子 大家看到了就是 二王一马 下 下了以后 二王指的就是王立琴 王浩 马林 他们退以后呢 那现在看到就是张立科领前 然后随后就是马龙 许新 这三个是比较突出 那么樊振东呢 也可以说已经进入这个系列了 那但是女子的第四号好像还是没有像樊振东那么突出 对 但你看这次的选拔赛中梁敬坤 有点往上来 这都是非常好的可喜的现象 因为梁敬坤在前面是3比1战胜了张继科 然后跟马龙的半决赛是2比0领先 然后打到2比2的时候 第五局又6比0领先 最后被马龙翻盘 但是完全的就像 就像国正讲的 他是有很多机会取得胜利的 没有了 对 一比较 一比较 陈梦当时呢 是在2007年到2008年的 交座云台山杯 U17乒乓球比赛中 一顾过关斩将 最后拿到冠军 从那以后呢 他就在2008年的 世界锦标赛的青年团体赛中 拿到了决赛 团体冠军 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 在巴林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陈梦又夺得了女团 女单女双 混双的四项冠军 所以陈梦从那个时候起 就成了这个 中国乒乓球队的一个 年轻的有为的选手 2012年呢 他是获得了卡塔尔公开赛的 女子单打冠军 这也是非常出色的 然后13年 在九月份的时候 在安山全运会上 陈梦呢 也是山东队 获得女团冠军的功臣 单打冬 他淘汰了丁宁 文家闯进了决赛 而且与李小霞 在七局的轿战中 最终输给了李小霞 但是也是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3比4 5比3 陈梦是比车小七 比车小七是小一岁 今年的是21岁 现在陈梦发球 反了 5比4 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后面是刘世文 刘世文在前面的第一次选拔赛中 在主力运动员里是四战四胜 最终呢 已经拿到了这个 第一个 就是2015年苏州时平赛的名额 就是女子单打的名额 已经拿到了 那么现在正在争第二个名额 第二个名额的方法呢 就不是主力的五个人了 是应该 漂亮 这次呢 女选手呢 一共是 有八九位 到达了 这个江苏的镇江 来进行这个比赛 那这个除了刘世文以外 那么这个八个选手呢 就要捉对厮杀 最后的最后的冠军 就是第二个单打的名额 那么男子的第一个名额呢 今天 等一会儿这场比赛之后就要产生 那就是在八个运动员 进行争夺之后 最终 马龙和樊振东 来争夺 第一个名额 然后呢 这个出来一个人以后 那么这个人就像刘世文一样 也可以等着看别人了 然后这时候再把 这个男队的崔庆磊 加进去 进行第二次的一个 男单的这个捉对厮杀 最终呢 第二个打出的冠军 那就继这个今天 等一会儿的第一个冠军之后 就是两个男队的名额就产生了 我们中央电视台呢 将一连四天 将转播 就是每天下午这个时间 两点多的时间 就开始转播这个 直通苏州2015年 世界平方球锦标赛的 这个男女的选拔赛 欢迎届时收看 现在成本领先三分 车小七发球 这个球打的没有上一盘 上一个球好看 是吧 所以这个平方球啊 这个运动员 为什么有的时候 就说你这个比赛 每球必争呢 其实就牵扯到什么 牵扯到你的培养 你的观众 如果你一场球 打的不好看的话 是吧 或者是由于 不管什么原因 那么慢慢这个 观众群数就会少 站在这个角度 对于这个职业 和项目负责的态度 应该我们力争去保证 每一场球都非常好看 很精彩 那这就要全力以赴 过去呢 我们认为 屁股球好像身体素质方面 不是特别重要 更重要的是手上的感觉 但是后来呢 我记得乒乓球队 郭正就你们那个时期 请了田径教练介入 对对对 是吧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那个时候 首先就是蔡子佬 他必须非常有远见 那时候是我们乒乓队 第一个外聘的体能教练 是的 就是说专门的 有针对性的 去练一些体能 其实发展到现象上来说 我们现在 每个队其实都有自己的体能教练 甚至像有些个别的队员 包括其他队的一些队员 也是专门自己去聘请体能教练 其实说现在 不管是乒乓球 还是其他项目 要发展 要保持它的水平的话 它必须体能是一个保障 而且现在运动员也越来越重视体能 不光是能够提高你的竞技能力 同样你能够延长你的运动生涯 是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没错 而且你看刚才 这个谁 陈梦 是吧 正手 拉两个以后 最后一个球稍微往后一退 打飞了 其实打飞了 你看起来是飞了 实际上可能跟 某一个局部 你的腰部的力量 或者臂部的力量 可能有关系 是吧 而且现在确实从体育总局上来说 也是非常重视这种体能 是的 也是聘请了整个AP团队 过来一直 不光是带运动员 也是带一些体能的教练 这也是能够普及一下 我们在对于体能的一些认识 对 比如说在体能这块的话 也是更加的科学化 没错 刚才国正讲的 一个说AB这个什么 实际是我们请的美国教练 美国团队 对AP团队的一个 是吧 AP团队 那么之所以请美国的 就是说明这个事太重要 好 我们来看 现在是9比10 车小西发球 车小西今年是22岁 陈梦是21岁 刚才这个球的位置很好 打直板也好 横板也好 最重要的是中间 中间 中间的位置 这样它呢 这个从生理的角度来说 肌肉它拉不开 再加上它需要调整位置 因为中间很很拧巴 身体是拧巴的 必须调整过来 这时候呢 它速度快的话 你来不及 所以你也发不出力 高了 10比11 吃发球了就算 这显得就接发球技术 这项掌握的不是特别好 10比10 接发球能够出现那么大的机会给对手 是的 这通常是不是判断 对 判断不清楚 其实它有时候能够判断到 但是手上的控制上来说还是欠缺一些火候 没错 你看陈梦这个球 反观陈梦这个球就摆得比较好 能够控制到短子里面去 其实往往这个水平的高低就差 有在这一点点的这种技术的细理当中 这样陈梦呢就以2比1暂时领先 比赛采取五局三胜制 国正现在你这个二队的能不能介绍 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你二队的情况 你现在二队多少运动员和教练员 现在二队教练员是加上我总是五个 都是谁呢 有钟金勇 钟祝导 天津的是吧 对 有这个吴广 吴广 湖北的 以前也是国家队队员 包括刘斌 刘斌以前也是国家队队员 北京的吧刘斌 河北的刘斌 然后还有这个渝阳 渝阳是这个我们北京体育大学的 也是从事的这个多年 对乒乓球 渝阳没有打过专业吧 也打过 然后运动员现在多少位 现在运动员是20个 20个队员 他是怎么产生的呢 主要是通过这种全国的比赛 全国的青少年的比赛 包括有一些交流产生出来的 那么去年的话 有几个进了从二队进一队的呢 去年有两个 两个都是谁 是一个是周喜豪 一个是旅翔 也是打上去的 对对 也是通过交流打上去的 其实所以说他们现在就对于他们来说 机会是非常多的 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够把握了住 刚才陈梦这个球 你看到他的中路 然后再拨他的反手 再回到他的中路 这个就看你这个人 是吧 你这个技术就反映在你移动的过程中 你这个灵敏性协调性够不够 对球的控制能力有没有 你看 另外你们现在比如说男一队 像你是男二队的主教练 那么刘国梁作为总教练 他现在一般的是 什么时候跟你们去研讨 或者是每个星期是不是有一次例会 我们每周日晚上都会玩点名 都会全队一块 把一些最近的一些发展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事宜 或者一些技术 都会有一些去说一下 每周日玩 那就周日休息不了 就晚上九点钟 都会集中全队的教练运动员都一块 瘦瘦心第二天就开始正式训练了 另外我听说好像最近洪霜起又给国家队 又新研制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胶皮什么 对好像是不限厚度的 但是也是一种常识 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但是比如说像这种东西 你们发现了以后马上就说 你们安排给二队的运动员 一般就是征求他们的意见 你比如我不愿意换 我就觉得我原来用那挺好 其实现在这种也没有说必须得换 就是说让他们去试打一下 看看海绵和他们现在目前打的海绵 会不会有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他们毕竟亲身经历的 亲身去打的 他可能感觉上来说 比我们看更加的真实一些 现在大部分我看国家队的运动员 正手权用的狂飙 反手用的是蝴蝶的 蝴蝶也有 用红霜洗的也有 因为红霜洗的 现在反手的套胶做的也是不错 现在许昕好像就是用的红霜洗的 所以说他现在反手的这种旋转 这个防守上面的能力确实有所加强 所以说这个胶皮的性能上面 其实是各有利弊的 他可能用红霜洗的 它可能胶皮的粘度上面会更加的好一些 球过也可能旋转会更强一些 威胁大点 对 它的旋转上面威胁会大一些 但你如果用蝴蝶的话 它可能是它力量上面会大一些 可是每个海绵胶皮 它的性能都不完全一样 主要根据运动员自己所需 没错 你别什么都跟着打这种 张继科今天打什么了 我也打什么 今天马龙打什么了 我也打什么 要根据自己情况 其实严格的说 像马龙张继科他们用的东西 业余选手用不太合适 是吧 因为弹性大 是吧 但是真正的还是感觉 用他们的球板 可能是心理上来说比较舒服 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心理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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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现在陈盟是5比2领先 在前三局是2比1领先 所以运动员跟演员有点类似 我觉得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 你像王楠那时候打球 我就看 那一打球就笑 这个就给人家留下很好的印象 而且是吧 当然也不是说 他只是说他的一个特点 包括王楠 你看他那个反手斜线 侧身拉那个斜线 就那个发球抢冲了一板 都是非常有个性 有独特性的 这个很重要 漂亮 其实这种比赛的这种场地给他们就是一个舞台 你怎么样去施展你的这个才华 才华所谓就是你的技术水平 没错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老说 其实在二队来说他们这些队员很多都是有很多机会的 他真正比赛也很多 什么全国比赛啊世界比赛世界青少年比赛啊 甚至还有一些交流的比赛都是你们的舞台 对 那这个搭建起来了你怎么能够去展现 展现怎么就是靠你从这种舞台当中 你怎么能够去迎球 能够证明自己的这个能力和价值 没错 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包括去年其实也有一些 二队有些队员也是不错的 在这个获得一些成绩 包括像于子阳 在二队也获得日本公开赛冠军 同样这个在交流比赛当中 他也是跟也能够也取得第三的好成绩 也打上了一队 对 其实这就是他把这种机会把握住了 把握住了 4比9 车要吸现在这个失误啊稍微多了一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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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取得了胜利 我们请刘郭正教练点评一下这场球 这场球我觉得成功还是比较有优势一些